歡迎收看 高 Been歡迎新聞的現場 繼續帶鄉親來看 這個台灣的苦笑 以納暖又是濕的海道融氣候 他們處過面的現象是很保险 經濟這個研究 就来发现现在在台湾的贵民族群里面 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贵民园 是来自这个塵满 为了来讨计这个贵民 有业者就来研究出这个水珍室的渡汤 浩哥到底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就头个端头 走回来去看看 塵满真的是无所不知 穿是曾经 皮团 地炭 碰衣丁丁 都是塵满主要的主性丁属 也是我们在最生活当中 出来最常使用的地方 有到以后塵满 有业者就研究出最新型的水珍室杀虫剂 根据学者专家的研究 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 有数百万只塵满 塵满容易引起过敏症状 如眼睛痒 皮肤痒 流鼻水打喷嚏 以及寻麻疹症状的过敏现象 那我们要消灭塵满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烈日阳光下 曝塞四个小时的寝具 例如说枕头套 棉被等等 就能把塵满给消灭 可是目前居家的环境 没有办法很随意的来曝塞四个小时的寝具 所以我们建议使用水珍式杀满灭张剂 水珍式杀满灭张剂 使用非常简便 只要采用附水罐的水珍式杀满灭张剂 一次搞定就能把全部塵满给消灭掉 塵满是一种在刚刚的八甲动物 是会生中在在温暖淡的地方 像是霉菌 皮肤的碎屑 刚好是塵满最好的事物来源 塵满一天可以製造关达二十至三十个白色物 一旦被建议在坡那才是火煲造地 就会参与人家 而且会在火煲造地来适逢家属 应去贵病欢迎 像是皮肤痒 打卡穿丁丁 我本身是有过敏体质的人 所以说我平常如果没有 在睡觉的过程中会被塵满感染 所以如果没有定期使用消除工具的话 我眼睛就会红肿 然后流鼻子会打喷嚏 然后在我使用完这个水珍式 附水罐的水珍式以后 我就这个情况间间就有改善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做个消毒 这样对我的体质会比较好 以红尘满除了定期使用沙虫剂衣卦 也要做好基盘的危险管理 定期变扫 清紧 不及时来通风打扫 常常清洗 拍到皮肚 曾经定定 防满对理想生活做起 只会当数百公佩 大传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今天七月十一盒 客户割菜市定位到的方向 今天在中九月六市七十一公顿 中边君的隔销是 每公斤二十八块三 再来看这些上色到的情形 割菜上级五十 中央三十八 下级二十八 接着菜上级三十 中央二十四块 盘下级十八块 金贵上级十八 中央十五块 盘下级十二块 菜头上级二十 中央十五块 下级十块 割菜上级九十 中央六十 下级三十 菜贵上级二十 中央十五块 下级十块 副菜贵上级七十 中央六十八 下级六十 橙子上级九十 中央七十八 下级五十五 割菜贵上级四十 中央二十七 下级十九块 割菜上级七十 中央四 下级二十 菜贵上级二十五 中央十七 下级十块 盘下级二十 中央十五 下级八块 今天的天气 今天高温烧热 台北还有机会出现三十八度的高温 其他的地区也有三十三度 到三十六度 这段太平洋的高阿牧 从今天开始会慢慢来减料 明天拜祉高温才会来一两度 提前乡亲 在出门的时候 要是要注意 不要让在头拍到中心 以及中心 还有爱家保重水分 再来来关心国地 天气状况 健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